这是地球上最空阔的地方 这个几乎无人机的地方便是南极大陆 它是探险家最后发现的大陆 最后一个绘策、探查和了解的地方 也是人类最后前往居住的地方 连这里的野生动物也知道这里十分独特 或许这说明了这里的生存条件十分严苛 因此这里的生物无法游离它或飞离它 这里是地球上最后一块大陆 成为野生动物和探险家的避难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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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庞塞特夫妇是探险家兼博物学家 他们住在福克兰群岛的一座牧场上 过去十年左右 他们六度以五天的时间向南航行九百里 前往散布在文明的南极半岛周围的小岛 其他到此的探险队 有数百万美元的经费和官方的赞助 而沙利和杰隆自己架着一艘小艇 只有他们的三个男孩随行 十岁的迪翁 八岁的礼夫 和五岁的迪琪 我们在那里 那里里 在那里里里里 在那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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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踏上偏远多延的小岛 试着去了解这块曾不为人知又难以接近 且富满冰雪和岩石的大陆 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保护当地独特的生态平衡 唐塞特夫妇照旧在12月启程 此时正当盛夏 孩子们也在放暑假 有时气温还高达40度 唐塞特夫妇明白这种情况不会太久 冬天和冰雪从未真正远离 如今南极也在开发中 唐塞特夫妇在这趟航程中将有新的发现 这块最后的净土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中 唐塞特夫妇逐渐将研究重点放在当地可爱的怪鸟上 他们担心企鹅有危险之余 因为有许多国家寄予这里潜藏的丰富资源 唐塞特夫妇将运用他们这艘兼具研究和驻家公用的小船 探查南极半岛一带的企鹅群 南极半岛由南极大陆向南美洲延伸达700里 唐塞特夫妇的目标是调查企鹅族群的大小 也就是计算他们的数量 一路直到半岛里面的玛格丽特湾 如果冰面状况允许的话还可以更深入 在前几次的航行中 他们已经发现许多前所未见的企鹅群 迪塞普申岛距半岛的北端不远 是庞塞特夫妇早期的据点 这里有一个大企鹅群 是半岛上三种主要的企鹅之一 夹带企鹅 科学家利用企鹅做范本 来评断整个脆弱的南极生态系统的状况 因此他们必须知道这里的企鹅群的确切数量 如果企鹅数量有很大的变化 科学家就知道这里出了问题 这便是庞塞特夫妇航行至此 攀登这些偏远地方计算器额的原因 这便是庞塞特夫妇 这便是庞塞特特娅群的 这便是庞塞特换群的 夹带企鹅鲜少换偶 每年它们喜欢回到同样的潮 富裕又除 企鹅潮一小时筑成环状 位于距林潮不远处 雌企鹅通常先上场孵蛋 寸步不离达八天之久 然后熊企鹅接手 让雌企鹅去进食 它们在海中捕到的小林虾 有时会反除一些给幼虫 然而沙利并未对迪赛普深岛的企鹅群花太多时间 这次它的工作重心在更南方 杰隆是法国人 沙利是澳洲人 它们驾驶一艘长五十尺的钢壳船 戴明二号 这艘船在冰块和岩石中看来似乎不堪一击 但是却能带着庞塞特夫妇前往他人到不了的地方 他们便借此谋生 他们受雇于从事海岸勘察的科学家 而杰隆对这条海岸确实是仕途老马 大约二十年前 杰隆首度来到此地 随行的是友人杰哈德贾明上 这次他再度随行 现今在南冰洋航行并非易事 在当年更是非比寻常 他们的船是第一艘航行于半岛海岸的小艇 这次探险使他们成为法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出疏的收入使他们都能建造比第一艘更大更好的船 但是新船并不能免除两个月航程中四小时一次的值班 或千篇一律的存粮 或是海上局促的生活空间 这些他们都习惯了 这些人可能看起来很难 但是如果是杰隆和我 这些人可能会比较难 这些人可能会比较难 让他要习惯了 每天早上要习惯了 代明二号平均一天航行二十六里 沿途停靠 他们到一个个海湾工作 然后抵达科夫维尔岛 这里是许多尖途契鹅的繁殖场 他们的羽毛如瘦毛般有光泽 但是如同所有的企鹅一样 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鸟类 厚短的羽毛为他们隔离酷寒 同时羽毛贴近身躯 有助于他们在水中的游素 尖途契鹅通常终身不换藕 虽然他们较不在意每年使用的潮是否相同 在南极半岛上 细鹅蛋要五个星期才会孵化 雌熊细鹅会看顾幼蜀一个月左右 然后将幼蜀留在群体中出外觅食 一两个月后 小细鹅开始自力更生 小细鹅 有个人的小细鹅 有个人很高的小细鹅 这类类的有点小细鹅 有很多人都在做的 尾巴小细鹅 那都都在贴大了 你记得他们的群细鹅 在这种群细鹅 那是全瘦巨细鹅 这些都很俩和淡软的 这些都很漂亮 如果他们在处理 你会看到了 他们会看到的 沙利和杰隆已经看过很多次企鹅的生命循环了 但是南极大陆依旧吸引着他们 第一次我们来到汽车我们就把脚踩起来 那是一个成功给我们的成功 我们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们有点害怕 我们有断绕到处于Antarctic 唯一你最后的意思是回来 感兴趣和更加愉快 这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越来越来越多 每次在识到更多 当你开始知道一个地方 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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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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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通常沙利计算契鹅时 孩子们便自己去探险 他们在岸边发现一头暴行海豹游进 能幸存至成年的契鹅 有约二十年的寿命 他们在陆地上很安全 没有真正的天敌 但是在海中会遭海豹掠食 尤其是暴行海豹 迪迪是排行最小的男孩 排行第二的李夫 惊吓对地质学最感兴趣 迪翁是老大 喜欢艺术 对机械也很有兴趣 这些男孩参与的某些探险 谢谢大家